大家好,我是Paul,週遇到週五,英文啟讀 我們今天要探討這一篇Reddit之前呢,我們先來界定一個字 就是這邊你看寫著tomboys 那tomboys在台灣的用法,其實我們就縮寫成了t 那我講t其實大家應該都知道,就是你在講的是女同志囉 對,我們在台灣認為是女同志,而且啊 據我粗略的理解,好像是就比較男性化的那一方 事實上是不是他們根本自己沒有分,到底誰是男的女的 好,這個我們就先不扯 但我強調一下下,我這篇影片其實重錄過,那這是第二次錄 為什麼要重錄它呢?因為就是在tomboys這個字的定義上面 我必須要說就是經過了一些修改 那怎麼修改呢?就是在那個臉書的兩個社團裡面 一個叫做英文學習團,另外一個叫做英文學習天團 兩個團,名字非常像,另外一個是天團 那這兩個團裡面分別有一些朋友們 我們討論到了一下下,包括有那個Lisa Gill 還有葛大,郭大還有Sean 那根據我們討論接下來的結果呢 因為西方對於tomboy這個詞的解釋 那是一回事,就是我們知道的大概比較普適的 英文的世界的使用 但是我們在台灣的使用,剛剛說了這講的是女同性戀 那這個東西等於算是t這個詞在台灣這樣的用法就是已經 我們覺得這個東西在地化,它已經被localize 了 那被這樣子localize,它賦予它的新的definition so there's an expansion to the word,to the definition of the word and that should be ok 所以這就是一個大家應該接受的事情 那所以我們不應該要強加一個就是西方社會是這樣用的 所以我們應該就跟著他們走 我不覺得 I don't think anybody can claim authority over the definition of a word 就不覺得沒有任何人可以去聲稱對一個字的這個 definition 是有那個話語權去解釋它的 even if it's a dictionary 即便是字典去解釋它 那也不一定是最up to date 的一個 definition 因為你知道字典其實都隨時在更換它的定義 那字典的那些,編字典的厲害的人也 我看過很多相關的報導 他們也都說他們怎麼去定義一個字 according to popular usage 所以只要這個東西是大家在使用的 用的人多了 那個字的定義它就會跟著改變 so the word,the definition of words you know,changes over time 好,所以 with that said 我們就來看一看 這邊會怎麼說齁 那,不過還是 稍微cover一下下就是 如果說你今天真的去找字典的話 你會看到像我這邊如果找tumboy meaning的話呢 那我們往下看它這裡寫的就是 呃,所以我再強調一下 這個是西方社會比較popular的用法 可是我們在台灣認為它是 呃,女童,那就是 ok,所以這裡說 a girl who enjoys rough noisy activities tradi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boys 所以一個女生啊,她享受著比較粗 粗曠粗暴的 甚至比較吵的一些 activity 那這些 activity 傳統上是跟男生扯得上關係的 這就是tumboy的意思 最基本的 那,然後呢 我們也看一下這個wikipedia怎麼說的 所以wikipedia這邊說啊 它特別在它的這個 uh,society跟culture下面的 history and sexual orientation的部分 所以tumboy的歷史 以及在這個性取向 sexual orientation 就是你喜歡什麼樣的性別 ok,所以在這個上面 tumboy有些什麼definition上的這個 好,我們直接看最下面 因為我記得最下面這邊就講得最清楚了 好,所以這裡說了 however 好,解釋一下 所以然而啊 前面講了一大堆的wikipedia 但總之然而是最後的重點了 所以wikipedia當作發音成雖然 所以雖然有些tumboy 在人生的後期 顯示出了lesbian的這個 呃 自己的身份 所以later reveal a lesbian identity 在他們的adolescent or adult years 所以也就是在他們的青春期 或者是成年期的時候 顯示出了自己lesbian的身份 但是重點來了 但是這裡的behavior that is typical of boys 所以後面有一個形容詞架曲 所以典型的男生的行為 但是被女生揭露 顯露出來的這些男生的行為 is not a true indicator 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指標 of什麼東西 什麼的指標呢 就一個人的性取向 所以 你這樣的行為 事實上並不是性取向的一種指標 好,但 OK,我還是要再繞回來 這是西方對這個字的用法 那台灣有我們台灣localize的用法 那我很願意接受 就是我們台灣對這個字的一個evolution Alright 好,所以我們就回來這邊探討 我們要探討這邊的一個 我本來要講的這個reddit的題目 前面已經講了很多了 但總之 我希望我們可以接受一個概念 總之就是呢 沒有人能夠claim authority over 一個字的定義 好,所以這裡的reddit標題是說 Women who were tomboys when they were younger How do you feel it has shaped you to who you are now 所以這些 用一個形容詞子句 所以女人們啊 那什麼女人呢 就是你 以前是tomboys 當你比較年輕的時候 這些女人啊 How do you feel it has shaped you 所以你覺得這一件體驗 怎麼去shape就是塑形 怎麼把你塑形 塑成你現在的樣子 So how do you feel it has shaped you to who you are now shape你 shape成了你現在的樣貌 OK 所以下面就很多tomboys來回答囉 所以這邊的第一個 Well I was mostly into boy stuff when I was younger cause people had told me that being girly and feminine was something stupid 我先把他看完 好沒關係我們先看這句好了 所以他說他大部分的確是喜歡男生的東西 I was mostly into boy stuff when I was younger 為什麼 因為people had told me 因為人們啊 就是在他人生 在那段之前就告訴過他 所以這邊用了實態 再強調一次 非常的正確 had told me OK So I was into boy stuff because people had told me 在更之前就告訴我 that being girly and feminine 就女生一點 或者是feminine就是雌性化 女性化 所以女性化是很蠢的 不知道誰告訴他這件事 我覺得很扯 怎麼會有人說 當個女生很蠢 Anyway 然後還不止這樣 他繼續說這些人跟他說的 dresses were dumb makeup was dumb girls were silly and shallow and yada yada 所以 洋裝很蠢 化妝很蠢 然後女生都笨笨的 girls were silly 女生傻傻的 以及就很膚淺 shallow 那這個 and yada yada 就是諸如此類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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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常在聽 我們 台灣人常會說blah blah blah 什麼blah blah blah 就是我們說 講了一大堆 講了後來 講了A講了B 然後blah blah blah 其實你講blah blah blah可以 那我聽到 我們台灣常常把它變成 也是或許是一個localized的版本 講成blah blah blah 那blah blah聽起來像奶昭 不過不管啦 OK 那你如果覺得blah blah blah 聽久了很煩了 你也可以換這個人的用法 yada yada 所以yada yada也可以 所以總之就是碎碎唸唸 很刀絮的講不完 所以yada yada OK so when the girls in high school rejected me and shamed me for having for hanging with guys this only grew 所以當啊 他這個 高中的女同學們 就等於算是 把他當成是一個social outcast 這邊稍微補充一下一下 OK 所以他成為了一個 那個社會邊緣人 social outcast 所以rejected他 以及還shamed他 那shamed這個字其實有像丟臉或之類的 我們知道前幾年有過一個詞 叫slut shaming 就是說 你怎麼可以當個 就是你可能到處睡不同的男生之類的 你這麼跟個倉妓一樣 我們現在都覺得 這件事情不是一件OK的事 因為他有他的人生 他要怎麼過是他的自由 對不對 所以slut shaming也不好 那我們也知道 長得胖的人可能會被人家嫌胖或之類的 這個叫做fat shaming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shaming前面加任何的名詞 就是 就是讓你覺得做這件事情是羞愧的 你應該感到丟臉的 而這都在現今的社會中是不太應該發生的事 so something 加上shaming就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剛剛講的fat shaming slut shaming這些的 好 所以在高中的你同學們rejected他 就好 就喜歡 就打他槍 不想跟他混在一起 然後shamed他 因為他跟男生和在一起 so shamed me for hanging with guys 所以hanging out with guys 跟男生和在一起 那這個感覺呢就越來越強烈了 so this only grew OK 他用了grew這個動詞非常正常 非常的就道地的英文 可是 你也可以說這個東西就 一發的嚴重 所以他這樣的感覺就一發的嚴重 所以你這邊也可以用 aggravated OK 或者 你用的heightened也可以嗎 好像乖乖 so they hated me so I spent even more time with guys 所以他們討厭我 所以他就在那之後 跟男生花更多時間相處在一起 所以not like other girls cringe 所以總之就是這件事情 那不像其他一樣女生 他不像其他女生一樣 他這樣感覺後續才比較舒服一點 then one day 然後有一天 when I was older I started reading about feminism and women's rights and about their stories 所以後來他有點開始變老 就年紀增長之後 他開始去讀了一些有關女性主義的feminism 以及就是女性權利的一些 然後以及他們的故事 suddenly I wanted to wear dresses and skirts 突然間他就覺得穿著漂亮的洋裝跟裙子又怎麼樣呢 right I stopped feeling like being feminine was something wrong 他停止感覺到 就是女性化這樣子的 是不太對的事情 因為這本來就是很ok 這為什麼不對呢 just be who you are 所以 所以他從小到大大概就經歷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把醜女的這一個 或者厭女的這一個情節呢 內化了 ok 所以他有著內化者的厭女情節 那這個厭女醜女這邊就 這個字叫做misogyny 不是我們就學起來 好misogyny 那還有一個叫做那個男性沙文主義 叫male chauvinism 那是另外一個詞 我也打出來給你看 ok不太一樣齁 chauvinism我是不是打錯的 好這個我自己等一下再把補上去好了 好沒關係 ok male chauvinism ok 所以 misogyny 所以這邊再說的就是醜女 那internalize就是內化了這樣子 I rejected everything girly not because I really hated it but because others had told me that it was something bad 所以他這個reject 我剛剛一直沒有把reject翻得很好 就我剛剛講的是打槍或之類的 總之就排斥掉 ok齁 所以他reject任何girly的東西 並不是因為他真的討厭girly的東西 而是因為其他人說不ok 所以他就把其他人這樣的東西內化掉這樣子 and這樣不是很ok的 好然後 然後 alright 他後面又講了一些特別的補充 大概無所謂啦 其實沒有關係 反正很多人給他點讚就是 ok alright 好 然後下面能說的類似一樣的東西 我們就不看了 那或許我們這邊再看一個 I was a gender non-conforming child I grew up to be a butch lesbian 啊酷 alright我們這邊看一下 所以他自己本身是一個gender non-conforming child conform這個詞我真的還蠻常講的喔 conform conform這個詞就是跟著人家變得一樣 form是有形體的概念 所以come跟come是大家一起 所以我們在我們常講的一個片語叫conform to the norm norm這個詞就是normal這個字的名詞 所謂要conform to the norm就是你變得跟大家一樣 我常常有時候 我以前有一段時間 欸什麼滿街的男生都穿了一種 氣氛褲之類的 我就覺得 嘿我也需要氣氛褲 所以我就去買了氣氛褲來穿 以便能夠跟大家一樣 我這樣就叫做隨波主流的人 我就是conform to the norm ok 所以他自己本身是一個non-conforming child 所以他是個孩子 這孩子他就是 他是一個不願意隨波主流的孩子 在gender方面 他的意思是 所以他長大就變成了一個butch lesbian 這個butch lesbian就是 我們講的那一種 我稍微找一下好了齁 對 你看就這一種 這張圖就非常的我覺得很屌齁齁 就是比較粗獷的 所以 呃 我們台灣指的t 或許就比較類似於這一種 我想講的其實是 ok 那我剛剛把 我把剛剛的這個male chauvinist 這邊稍微看一下好了 我們這邊把這個字答對 所以 男性沙文主義 喔少了 你啦 對 nism ok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男性沙文主義 好anyway 所以 這邊ok 我們再看下去的話 我看到butch 以及還有像stud 所以像那個 那個 Lisa同學跟我的討論 他也有講到這兩個字 一個就是butch 一個叫stud 這樣 那 嗯 stud 是另外一個概念 我想是 好這個 因為我這裡沒有很專業 我們先把 繼續看下去好了 看下面還有什麼可以討論的地方 其實下面就開玩笑 那什麼是butch lesbian 他們這邊講說 齁 這butch lesbian 就是 tomboy裡面的這個 大魔王 the final boss of tomboy the final evolution 進化的最後版本 這樣子 我覺得蠻酷的 ok 好然後 這邊還有 29歲還在當tomboy 還有31歲的tomboy 所以這邊 下面能複合的 也都是有很多 Alright 這後面差不多的概念 personally personality wise I don't think being a tomboy has had any effect on me 這邊把它看完就好了 but it has definitely had an impact on how I dress and how confident I feel in my clothes 所以 在 什麼什麼wise personality wise I don't think being a tomboy has had any effect on me 所以個性上的部分 他都不覺得tomboy對他來說有什麼影響 所以我們這邊看到 什麼什麼wise 就是什麼什麼的方面 我們這個有其他種方式可以說 例如說 in terms of 也可以翻譯成 什麼什麼方面 所以他這裡把它改成 in terms of personality I don't think being a tomboy has had any effect on me 也ok 所以personality wise in terms of personality 也可以寫 with regard to personality 所以這也一樣 so in terms of什麼 with regard to什麼 然後什麼wise 這都是幾種不同的 變化的說法在講 什麼方面 ok 所以個性方面 他不覺得tomboy對他有什麼影響 but it has definitely had an impact on how I dress 一定有影響的部分 it has definitely had an impact on什麼部分呢 how I dress and how confident I feel in my clothes 所以怎麼穿衣服 以及他在那樣的衣服中 感覺多自信 I hate needing new clothes as I find it really difficult to find clothes or style that I actually like and feel comfortable in 所以他很討厭需要新衣服這件事 因爲他覺得找適合他的衣服很難 因爲他講他是tomboy 那tomboy真的或許衣服沒什麼可以選的 那或許你可以真的去買男生的衣服 那我不知道他有多舒服就是了 so I've always preferred more tomboyish or masculine style 所以他喜歡的也就是 這種男生般的 或者masculine就是雄性陽剛的 style but I don't feel particularly comfortable wearing that style in public 對我剛剛講的對 所以他在公共場合中 卻也沒有特別舒服會穿著這種東西 會因為穿著這樣而感到舒服 I don't feel particularly comfortable wearing that style in public However I don't feel myself when wearing overly feminine clothes either 但他也不覺得穿著太女生的衣服是舒服的 so I don't feel myself 就感覺不到自己 會就當穿著這個東西 when wearing overly feminine clothes either so I always struggle finding clothes I like that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這個片語的高中語很常好 就是取得一個平衡 strike a balance 我這邊好像已經打出來過了 ok so it's hard to find clothes that can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所以 他很tumboy的或者很feminine的中間 so it definitely affects my confidence 所以影響他的自信心 if I feel I look too masculine or too feminine 所以這兩個詞我們就把它再看一下下 這個我們很常講但是無所謂 masculine就是很陽剛的 那feminine就是它相反 ok feminine so masculine feminine都可以變名詞 masculinity femininity ok 那然後還有就是我們台灣 我這個以前也稍微糾正過 或許我應該不要糾正了 因為這也是我們的一個語言在地話 我們說這個人很man 那個人很man man不是一個形容詞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要用英文來說 你不可以說he looks very man 你要說成he looks very manly 所以或許這個跟在地話比較沒有關係 這總之是個文法的問題 你可以說he looks very masculine 很ok he looks very manly 很ok he looks very man 聽起來是不正確的英文 不過我們又不得不說文法這個東西 也有所謂的在地話跟被人家appropriate去的概念 像很多黑人講文法 講英文不講文法 那你甚至會聽到說you後面加is 或之類的 或者你也像黑人會不會加ir什麼的 ir好像怪怪 但是you is我真的有聽過 那難道你要糾正他說hey it's you are it's not you is 不用啦 人家的英文 ok 好anyway 所以這邊大概就 好其實我們大概都差不多了齁 時間上我覺得這一篇也講夠了 所以這邊講到一大堆 就小時候是tumboy的男生 的女生 那這個對他的 現在的人生有什麼樣的影響 或之類的 所以這個討論我覺得不錯 不過我想我今天 我們這一篇的焦點似乎其實已經跑到了 到底tumboy是不是可以來表達女童性戀這件事情 那again我們再強調一次 這個語言的一個在地話 是我也很願意接受的事情 so 那也就很感謝大家跟我的討論 那我們今天就錄到這邊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